大S和汪小菲宣布离婚即将满两年 但这段期间双方却风波不断 汪小菲不止多次在微博上暴走攻击S家 就连她的妈妈张兰也时常开直播玩更狂酸大S 来赚取上亿营业额 这次大S终于不忍了 她在8号父亲节丢出律师声明 显示宣布对张兰汪小菲母子提告 律师声明中提到 张兰从2022年11月21日起 就一直在抖音直播中 持续性进行侮辱和诽谤等行为 王小菲则是在微博和抖音等社群平台进行侮辱诽谤 她已于今年2月16日分别对两人与北京法院提起诉讼 两起官司皆已立案审理 此外关于其他网路用户对大S的侮辱诽谤行为 律师也表示已完成取证 将根据实际情况采取进一步法律措施 并说徐希元女士作为网报受害者 切身感受到网路暴力的危害 将坚决通过法律手段维护其合法权益 呼吁大家要理清发言 而对于她的提告 有网友大表支持 说这一天真的等太久了 但也有人觉得到底有完没完 不想再看到他们的事